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解南昭玉 我今见闻得寿词 今见闻得寿词 愿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介绍家庭德国 我们看课本357页 讲到大圣不共法里面的般若 这个般若是一般翻译就是智慧 也是菩萨道里面最核心的东西 也就是性空灰 我们来看 看到357月第二端 现在要开示波尔波罗密波 依据什么 他说中国的祖师们也有独到的行简 但总不及印度菩萨的教授 因为佛法是从印度来的 中国的祖师对于波尔的理解 他是透过翻译的 我们最早传到中国的 其实波尔经很早就传过来 是由芝柔加秀 汉朝的汉末那个时代 三国的时代 有所谓的两个主要的翻译者 一个是安士高 一个是芝柔加秀 那安士高基本上翻译的都是一卷一卷的 比较少 比如说八大人学经 四帝论 那这种比较小 而且都是比较偏向于我们所解脱道的 那芝柔加秀的话就是翻译的比较多 就是眷数位比较多 而且主要是菩萨道的多 其中有一个就是很重要的就是波尔经 那最早翻出来的是所谓的道行波若 那道行波若 这个当时的第一个出家人 受购界的出家人 就是朱世行 那朱世行讲这个道行波若的时候 有一点点觉得讲不太通 他就觉得这个翻译或是这个经文 没有全部过来 所以他也是第一个 他是中国第一个出家人 有受购界的 最受购界的出家人 叫朱世行 那个时候还没有姓氏 就是本名 那他就想要去印度取金 那那个时候他年纪已经很大了 那走到西域就是于田这个地方 拿到了所谓的 这个我们说两万五千送的这个波若经 但是他年纪大了回不来 那时候已经八十岁了 所以就留在那里 后来就是派他的徒弟 把这个波若经送过来 那送过来还是放文本 那中间经过折腾了几年之后 才翻译出来 另外一个人再把它翻译出来 叫做泛光波若 那这个波若经后来就流行 那泛光波若就是后来 纪摩罗斯翻译的 所谓的摩托波若波若密经 30卷本的 这个是一般所谓的两万五千兽 那后来波若经就开始流行 那因为那个时代刚好是 我们说卫进南北朝 卫之后进 那波若 波若经最早翻译是在三国 卫的时代 所以我们稍微知道 他这个中国的理解波若的方式 通常是 就是最早是支楼加乘 他是在三国时代的支楼加乘 翻译了所谓的道行波若 这个道行波若 朱世贤在讲这个的时候 朱世贤是中国第一个出家人 有受戒的朱世贤 那么他去印度 他这不是去印度 他是西域 西西域 那个时候西域并不属于中国 有时候叫朱 有时候叫印度 那么去印度之前要经过西域 西域就是现在的西疆那一带 那一带以前都是大小圣的佛教徒 非常多 后来现在变成回教的 那么西域 然后去西域的时候 取了这个 取了这个2万5千送的 那么后来翻一层放光波若 放光波若经 那么波若就在开始 那个时候波若经已经开始在 卫这个是三国时代 三国时代基本上我们叫做卫 后来 后来司马仪统一天下嘛 叫做晋 西晋东晋 然后晋之后就分裂 那么变成南北朝 南就是宋喜阳城 北就是北魏北喜北宗 这个时代的佛教 进入所谓的学派时代 就很多经典翻译过来 就开始研究 那么在晋这个时代 是流行波若学的 波若学的 就是流行这个波若 放光波若翻译出来之后 那么就非常的流行 到南北朝 基本上就比较流行灭盘经 流行很多 很多学派 灭盘学派很容易 然后地论学派 社论学派 因为翻过很多过来 这个波若经在东晋非常流行 在晋非常流行 那么造成所谓的波若学 最早的学派其实是波若学 那有所谓的六加七中 那还多人在研究波若 那么也解释波若 不过这些解释都是运据经典的 那么有所谓的六加七中 每个人对波若的解读还是不太一样 有一些是根据他文字上的 那么这些有可能有一些错误 那么这个波若 这个波若基本上是最早在中国流行的学派 但是中国人对波若他有六加七中 就大家看法不一样 那怎么解释这些经文的意思 因为他是翻译的 他都是翻译的 那翻译的毕竟隔了一层 隔了一层 而且翻译的准不准还是一回事 翻译的准不准还是一回事 就好像比如说我们说 四亿流之 四亿流之清见上是天文正法 如理思维法随法行 那么依据原文他是法随法 行由这个随法行这个修行这个随法 而得到这个法 但是我们很容易变成法随法行 就变成什么 法住法位也这样 比如说法法经有所谓的法住法位 就变成这个法住在 住在法这个正法里就是法住法位 就是变成就变成是动词 那其实不是法住法位 那变成法住法位 就变成这样 那这个有时候就是你解读的不太一样 那因为不懂得放文 或是不懂得原文 那你会依据中文 去英文解译 有时候会这样的 那这个是有时候很难免 那这个 晋朝之所以流行不和乐 那个是因为 汉朝之后 这个是汉末 汉末才三国 曹操霞天子也认出后 那么 这个汉末 汉朝 汉朝就是从汉武帝开始 罢处百家独尊奴术 那奴家是非常讲伦理阶位的 那么 比较 我们说比较八国还怎么样 就是说他比较有那种 那一种伦理的阶位的道理 就是独尊奴术 那大处百家嘛 那么 就是独尊这个奴术 就是奴家这一态 特别 以孔子为万圣斯表 那么所以 基本上 汉末之后 那么大家就会 比较排斥奴家 那么奴家之后 就开始提倡什么 提倡老庄 就是 到了东京 他提倡老庄 这种 中玄 玄坛 老庄 那么 就比较中什么 玄坛 玄坛 那这个跟般若又有一点点相近 那个风格有一点近 所以开始般若经就流行 其实这样子 在解读般若这一方面 有他本身中国的这一些佛教的大德 第一个有他本身老庄的这些概念 所以那个时候东京比较有名叫道安 叫做 就是依 依道家的这个名词 或者概念来解说佛教 所以他这里讲 他说 他说中国的祖师也有独到的行解 但总不解印度菩萨的教授 印度其实印度很要分 每个人解释波人亲的其实还是不一样 比如说后期的维士 那解释波人跟早期 早期的这个人在解释波人又不一样 一样注解金刚经 维士学派的跟中方学派的注解观点是不一样的 其实是这样子 那波人在流行的时候还没有维士 龙树是极大成的人 但是龙树在解释 大致多论就是在解释摩侯波人波人命经 那摩侯波人波人命经一般叫做大品 也有些小品波人大品波人 那摩侯波人命经跟荒康波人命经是同样的 或是两万五千兆的 那这个时候还没有维士 龙树的时代还没有维士 龙树之后才有五种 才有维士 所以那个时代 每一个人解释的波人也不太一样 到现在那就更不一样 就有很多种解释法 虽然就是印度的 它也分很多学派 很多流派 各种物派解释的概念也不太一样 不过 因为到中国 它是经过翻译的 那翻译会影响 比如说玄奘的翻译 跟丘摩罗斯的翻译不一样 那你翻译的不好 你就很容易误解 或是你这个人本身 对佛法的理解也那么深 那也很容易被误解 我们看英文翻译的就知道了 有些翻译的你也不知道他讲什么 那有一些他本身就翻译错误 那你也会跟着他错误 就会有这种事 那印度翻过来也一样 也一样 所以他说印度学者到底 减少了一层文字上的距离 然后我们说基本上会有几个障碍 一个就是文字上的 一个就是文化上的 比如说你读中文的一样 你读中文的成语 你如果不知道那个文化 那么基本上你是不了解 他在讲些什么 像现在的文化老一辈的人 就不晓得他要讲什么 你说这个人很机车 如果老一辈的人 他不晓得这种概念 你这个人很机车 到底是怎么样是很机车 那个机车不是就是我们骑的机车 那现在有一些新的语言 他就是有一些新的文化 宋陶也是这样 宋陶有一些新的语言 那你如果不在那个文化上 你是不了解他在讲什么的 像我们 我算是比较老了一点的 就是这些有些新的文化 我们不懂他在讲什么 就是他有一些新的名词 是配合时代 或是当时的 或是当地的文化 当地的文化 那么我们才知道 那未过来哪里知道 也不知道那个故事 也不知道那个成语故事 所以他并不知道 并不知道这些东西 他很容易误会 那我常常举个例子 比如说庄子里面那些成语 比如说我们说这个 这个呆若木鸡 他不是形容一个人很呆 是形容一个人很定 大字若语 不是形容这个人很笨 是形容这个人很聪明 那这些东西 如果你不了解他那个 他那个当时的那些背准文化 其实你很容易误会 你很容易误会 比如说一般我们讲勾心斗角 勾心斗角不是讲两个人在斗争 耍心机 而是指那个建筑的 建筑的美丽对称 那么这些有些后来就 由传而来就变成语言上 因为他不晓得他原来讲这句话 的意思是什么 所以就很容易误会 很容易误会 那么那个是文化上的 那一个是文字上的翻译过来的 所以有文字上的文化上的一些障碍 那么透过翻译的通常会这样 不容易掌握他那一个 如果你没有知道 不知道他们的文化是这样 你就不晓得他们为什么会这么说 或是这样说的意思 不是字面上的意思 不是字面上的意思 而是他有更深一层的意思在 那这个就是印度本身 他毕竟是佛法是印度过来的 那你用中国的文化上去看 就不容易知道 不容易知道 所以至少隔了一层 其实隔了两层 我们说一个这是文字上的 一个是文化上的 一定会有这种东西 所以你如果读佛法 你不了解 比如说简的第一层 简单来讲 佛法讲无我 那么讲无我 波瑞也讲无我 那为什么要讲无我 那么你一定要从印度当时 佛陀时代 印度当时的各种理论 你一定要了解 你不晓得他们平常都讲些什么 佛陀才会这样讲 还有为什么阿含经 我们如果从佛的一生来看 佛明显是菩萨道的 但是为什么佛只讲解脱道 没有阿含经里面没有讲菩萨道 那么这个也要从当时的时代 那你去看才会了解这个道理 那为什么后来都要弘扬菩萨道 那佛在阿含经原来的本 你很明显他都是讲解脱道 那么菩萨经为什么要强调一切法空 那佛陀明显讲一切法无我 那你为什么要改成一切法空 那么如果你不从那个时代的文化上去看 你是不了解这个道理的 你会觉得一切法空比一切无我更高一级 其实不是一样 它是一样的东西 那既然是一样 那为什么要强调一切法空 不强调一切法无我就好 那个就要讲到 菩萨经流行那个时代 那部派强调一切法无我里面的无我 是人无我 那法是有我的 有自信的 法是有自信 人是无自信 人无我 法有我 所以他后来不得不强调一切法空 一切法无自信 而不是讲一切法无我 那么你一定要知道他的背景 他之所以这么讲 他之所以这么讲 那么是有他的原因存在 有他当时那个时代的文化 那么你了解的这些 你就很容易了解 为什么这样说 为什么这样说 就好像我们有一次去马来西亚 看这个马来西亚盖房子 他那个柱子都很细 你知道吗 如果我们来看怎么可以这样细 就地震还怎么办 没有地震啊 你就知道柱子那么细 所以如果我们在这里 那你惨啊 你住在这里是危险的 那你如果这次日本看 那个柱子很粗糊 地震就大喊起来 日本地震更多 所以它是不同的 不同的文化 那你就会发现到 他的思考方式是不一样 思考方式是不一样 所以一样 那么佛陀在当时为什么这么说 一定是跟当地 跟当时的音源文化有关系 那你了解这个 你就比较容易理解 那佛法这样辗转 从中国来了 那就开始有一点变得 就是说我们的文化 如果没有去理解他那个地方的文化 那么你是不容易理解他这样说的 究竟用意是什么 比较不能理解 所以说说他这里讲说 印度学者到底 到底减少一层文字上的距离 然后还有所谓文化上的隔阂 基本上有这两层 就我们学习佛法就发现到 有文化上的隔阂 跟文字上的距离 有这两层 印度的大圣学也有好多学派 基本上 基本上分小圣跟大圣 它是不同的 那么小圣也有很多部派 那么依据我们所知道的 至少有23个学派 那通论一般讲的是18部 但是如果计算出来大概23 但是没有计算的话可能会更多 可能会更多 那是很多的学派 那大圣也有 所以大圣我们讲最主要的就是 后期来讲有三个学派 那如果从初期大圣来讲 因为他是这样的 大圣 佛法是从大圣 不是 我们说过 就是之前跟大家说过 这个佛法 佛法基本上是从佛陀时代 佛陀 佛陀在菩提树下 所证的 法 那么说出来的 那么这个佛法就是佛陀说的 最早佛法就是佛陀所说的 那么后来佛弟子知道了也说 所以主要是佛陀和佛弟子说的 是佛陀所说的 佛陀所说的法叫做佛法 那佛陀所说是由他所证的法 佛陀所证的 那么从中出这样 那么说出来的 佛陀所证的 那么所证的就是在菩提树下 由佛陀所证的 那么他用言语 用事先的言语把它说出来 那我们叫做佛法 那这个佛法佛陀为弟子说 为佛弟子说 那么弟子也证到 证到佛所证的法 那么弟子又把它说出来 所以佛弟子所说法也是佛法 那么再包括过去的佛所说的 那么过去佛弟子伸到天上 那么他说过去的佛说的是什么 因为比如说现在的 比如说现在释迦牟尼佛陀 可是释迦牟尼佛时代 2500年前的那些佛弟子伸到天上 他现在还在天上 他还记得佛陀所的法 那么他说出来的那些 比如说迦瑟佛时代说的些什么 那个也是 所以就变成 后来就变成有天人说 有仙人说 因为他说明够长 还有化人说 就不能佛法有五种人说 那就不管 那主要是佛陀所说 那佛陀所说的当时的佛法 我们叫它是根本佛教 这个是佛法的根本 佛为法也 佛为法衣 佛为法本 佛陀是法的根本 这个是阿安心里面讲佛为法本 就是法的根本 佛为法也 佛为法衣 就是我们叫它根本佛教 那这根本佛教 这根本佛教 一直到了后来 时间长了 那么大家对佛法的理解不太一样 那么佛陀灭后 这个是佛陀在的时候佛陀所说的 佛陀在世的时候 佛在世时 佛在世的时候 那佛灭后 佛在世之后 佛说的就是佛法 那这些当时有一些重点 有一些有把它结集起来 法句 就佛陀告诉我们的 那我们把它背起来 那就有在人间流传 当时已经有流传 那当时没有记录啊 都是背起来的 那佛地子这个背 那个背嘛 所以佛灭后 就大家就着急 所有的佛 比较有成就的 阿罗安 这些佛地子 召集起来 把佛陀说的法 结集起来 那不然佛陀在这里 所有在这里 到最后都不见了 所以这个时候 佛灭后 佛灭后 佛在世的时候 已经有人在传送 那出教的地子也会传授佛教的 像周立盘头节 要出教就要先背 还没有见到佛 就要先背 背那个 那你要怎么修 叫修行口诀 那个叫记嘛 修行的口诀 就好像你是学中医学什么 你那个口诀一样 修行的口诀 就是信料 信料 重点 那么就是修行的经料 那比如说周立盘头节 当时要出教 都要先背这个记 就是要念这个修行口诀 身口一二不照耀 莫老为妾诸有情 正念观之欲尽空 无意之苦当远离 这个当时要出教的时候要背 修行的口诀 那么 身口一业不照耀 其实就是三业亲近 基本上就是你修行要掌握这个重点 这个之前我们没有讲过 没关系 身口一业不照耀 莫老一切诸有情 就是你修行要依这个原则 修行的原则的口诀 信料 可以这么说 莫老一切诸有情 正念观之欲尽空 不要拦着在五义上 要观五义的无产无我 要怨离这个 就是你不要对事件的五义拦着 正念要观之欲尽空 五义 只要是五义 原而鼻者身对色身相会臭 你要不要拦着在这些 正念观之欲尽空 五义之苦当人 这个是当时的修行 以苦行为主 用而可以解脱 但是他告诉你 五义之苦当人 没有义没有利的 五义之苦当人 不要去修那些五义无利的苦行 好 这个是当时的修行口诀 当然也有不同的 也有不同的 也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修法 那这个是 这个是朱立旁舟 也要一出教 也要先背这个信 你把修行口诀背起来 所以当时佛陀在的时候 已经有流传一些 就是比较简调的佛法 世间上已经有截截了 那通常所谓叫做法聚 所谓叫法聚经 那么佛灭后 大家设截截的经典 大家设截截的经典 八 大家设截截的经典 那么叫做原始佛教 那么原始佛教是从根本佛教来的 但是不等同根本佛教 为什么 因为佛陀讲那么多 这个只是佛陀的地址里面的五百个阿罗汉 截截的而已 那佛陀的地址何止五百个阿罗汉 整幻个阿罗汉 还有阿罗汉你呢 还有比丘你呢 还有三国二国出国的呢 那么这些都没有参加截截啊 所以他是收集部分比较重要的 比较重要的 根本的 那这个叫做原始佛教 那原始佛教开始大家对 这个就是传嘛传过来的 因为没有书啊没有记录 只能靠背的 那么这些是结局的 把当时这些阿罗汉 听闻佛解脱的重点 都把它放在这里面 那么这些也没有文字记录 也是背起来的 辗转传来 原始佛教之后 大家就背背背来背去背来背去 然后后来就变成 形成大家不同的理解 就变成雇派佛教 这个时候开始就有一点奇异啊 这里跟这里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这些都是阿罗汉 都是三米六通的阿罗汉 所以这里跟这里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说这里的是少部分 那么佛陀如果佛陀如果说法 对很多众生说法 如果说了一千步 假设啦 我们说如果说了一千步 那么这些结局的 因为佛地址有整 单单阿罗汉就整万了 至少五万跑不下了 如果我们今天要算的话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确实 到底多少 但是至少有五万个阿罗汉 单单阿罗汉 因为阿罗汉不一定是佛陀渡的 佳流陀余就渡了一千家 这个阿罗汉 你看这就很多呢 一千家至少几千个 单单佳流陀余渡的阿罗汉就几千了 那舍利弗目见人渡的呢 那佛陀渡这当然也很多 所以单单阿罗汉 佛陀最早渡的三家设 就一千人了 就一千人 那解体的只要五百人而已 那当然这一千人 听的法是一样的 只要一个人出来讲 那就都一样了 那还有其他的人 还有其他人 还有阿罗汉比丘宁呢 所以这个只是部分 这个只是一分啦 或是少分 它并不是全部 但是这个全部都是正确的 它一定来自于这里 而且是完全一样的 所证的内容是一样的 但是不拜佛就是不一样的 开始产生奇异 就是不同的看法 不同的解读 开始产生奇异 我认为是这样 你认为是这样 那么这里是没有奇异的 这个是这个结极的原始 它是法跟律 主要是法跟律 当然有一些阿罗汉对律 有一些看法不一样 他认为佛陀 我认为这个开源 那个可以开源 那大家是有不同的 可以是像这样 他说现在已经结极完了 那么已经知道就不再改了 已经这样规定了 大家共同遵守了 那这一部分有一点点 关于律的这一部分 有一点点不同的意见 但是关于法的这一部分 其实是没有意见的 其实大家 这五百阿罗汉即使是 因为它都是正阿罗 同理可正的东西 但是到了不拍佛教 这些不一定都是阿罗汉的 没有 所以大家解读开始不一样 这个是已经佛没有一百多年以后 一百再来一百年以后 然后不拍佛教产生的奇异 所以有一些人就很多部 多到二十三部 那每一个人的看法不一样 那后来就有所谓的大圣 大圣佛法 就初期大圣 大圣佛教又有所谓的初期 就开始有大圣佛法兴起 大圣佛法大概在西元前一世纪 佛灭后大概四百年到五百年这样 这个大概是两百年 一百年到两百年 开始不拍佛教 流行了几百年之后 大圣佛法认为 就是有一部分的人 然后他自称大圣 那么就是认为 部派佛教讲的 那当时的部派佛教 流行的开始 开始分布之后 说一切有不 是特别 特别有力量的 说一切有 说一切法有 所以叫做说一切有不 那其他的部派 其实也是讲法有的 只是过去现在未来 所以叫三四十有 那么他认为你说的这样的佛法 不合乎 佛法的独文 所以开始有所谓的波勒经 那大圣佛法其实也很多部派 有很多学派 那这个大圣佛法波勒经 只是其中一派 波勒经 然后还有什么 还有文书波勒 虽然都是波勒 但是理念也不太一样 他叫做同免应勇 波勒 波勒经是尊重声闻的 文书波勒是批判声闻的 波勒的修行方式也是观 武运 这个也是从这个 运处界这样刺地修行的 文书波勒不是 原本是直接的 有点像禅宗这样 顿悟的 直接的 所以他虽然是 一样都是波勒 但是他不太一样 也都是不同的学派 那么有一些学派 比如说华言经 强调这个实地 强调佛的境界的 强调佛的境界 那菩萨的境界 就实地菩萨 这样就这样 所以华言的 他又是一派 不同学派 大圣很多学派 然后这个是出其大圣而已 如果后期就更多了 这个时候还没有维持 这个时候还没有维持 还有讲禁途的 比如说出佛国禁途 强调佛国禁途 这是强调菩萨型 指地菩萨 出地要怎样 二地要怎样 修六度波罗密的 那这个是强调 这个是强调无我的 这个是强调实相的 还有讲信徒的 比如说 比如说阿弥陀佛信徒 阿处佛信徒 博作三天信 这一些的 然后有强调 比如说法华经 宝基经 那法华经是强调 唯一 唯一 唯一佛称 所以他也分享很多学派 法华经是强调 唯一佛称 唯一大称 一切众生必尽成佛 他讲强调这个人 那波罗经不强调一切众生必尽成佛 波罗经强调一切众生只有佛性 但不认为一切众生 都决定会成佛 因为波罗经讲 你要证了阿罗汉 你就不能成佛 所以证了阿罗汉是交洋派种 你就不能成佛了 你如果证了阿罗汉 你不能成佛 那法华经是 就算你证了阿罗汉 你也可以回小向道 波罗经没有回小向道这件事 所以你要无神法人忍而不证 法华经没有忍而不证这件事 那么你可以行菩萨道 你情生闻道 你最后还是要回小向道 最后还是会行菩萨道 同一条路 但是只是你留在三百里那个地方 叫你要回小向道 还要往前走 波罗经不是 波罗经是 你证了小胜 你就去不了大胜 所以你不能证小胜 你忍而不证 你要走大胜这一条路 你一这样证了 你就交洋派种 那这个是不一样的 这就是不同学派 波罗经 就是说大胜也有很多学派 初期大胜就是这样 后期呢 后期就更多了 后期就更多了 然后大胜之后 大胜有初期后期 但是波罗经 波罗经也有很多 波罗经也是赤壁发展起来的 波罗经也是波罗 咱们专门讲波罗的 波罗专门讲波罗 其实就是讲那个智慧 智慧是什么 无我的智慧 道彼岸的智慧 道彼岸是什么 波罗波罗经 道彼岸的智慧 就是解脱的智慧 道彼岸是道什么彼岸 道彼岸的彼岸 道生死的彼岸 超越的是苦海 所以波罗波罗经 其实就是道彼岸的智慧 就是解脱的智慧 那解脱的关键是什么 无我 就是无我的智慧 基本上就是这样 波罗经是专门强调 无我的智慧 当然他也强调 你要行菩萨道 大圣都是行菩萨道 那行菩萨道里面 有强调佛果尽主的殊胜 有强调菩萨发菩提心的殊胜 那有强调佛的境界 强调这个佛性 一切众生间人成佛 必经成佛 就不太一样 那这个波罗经 他一开始 基本上最初最初的波罗 也没有讲空 最初的波罗 讲无我 像金刚经都讲无我 金刚经不讲空 若菩萨政的无我法者 如何说明真是菩萨 不讲空 所以他有早期的成分 讲诸法无授 讲这个不相无作 无所有 无愿无相无愿无所有 也在讲这个 那么后来的波罗就开始讲空 最早的波罗叫做原始波罗 原始波罗 原始波罗也不讲空 到了原始波罗下面就是所谓的下品波罗 然后中品波罗 然后上品波罗 然后后面就有密教的波罗 那上品已经开始讲到不空 有空有不空 那这个开始讲空 下品波罗开始讲空 那么有部分 那原始波罗其实只讲无我 他其实就是无我 所以他这里有所谓的不同的学派 大圣也有很多学派 初期就有了 初期就有了 我们再往底下看看 所以他讲 他说印度的大圣学也有好多学派 本来就有很多学派 后期就更多 隆树提博菩萨所传的宗观中 隆树当时也没有创立中派 其实也没有 他就是把当时的波罗 集大成 他就是把当时的大圣集大成 那他特别强调 他特别强调宗观 那这个可以从龙树的著作 宗论里面 那宗论其实是 宗论其实是 特别深化佛说的无我 因为佛说的无我就是 佛法的普及树下所证如 就是缘起无我而已 那只是部派到了 部派就解释这个无我的时候 产生奇异 就是不同的看法 他认为人是无我 他是法无我 我就是自信 就是 所以后来宗观就 开始有波罗先强调 一切法无自信 一切法空 一切法无我 他也强调这样的关系 因为有部 部派都是强调有的比较多 那特别是有部讲三事实有 法体很蠢 那个就是我 三事实有法体很蠢 这个是受一切有部的一个核心价值 三事实有 过去现在未来 都是实有的 法体很蠢 就是这个就是法我的概念 法有自信的概念 很蠢 就是不会消失 永远存在 这个就是法我的概念 那法我就是 法有自信 有自信 法有自信 一切诸法有自信 那么众生是无自信 众生不实在 但是法是有的 所以后来才会特别 因为这个强调 强调 这样 本来佛法只是讲诸法无我 但是 木派认为 这个 这个所谓的诸法 是指十二处 就是有 众生这一边是无我的 但是法是有自信的 所以后来就讲无自信 那么用来表示无自信的叫做空 所以空无自信 所以空无自信 无我 那么空是真实的无我 所以后来的空 包括人无我 跟法无我 那原来佛所讲无我 就无我 就没有特别 特别讲什么人无我 法无我 就是无我 就是诸法无我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由诸法无我而得涅槃其境 而到彼岸 由诸法无我而到彼岸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波罗波罗密 就是你有无我的智慧 能够到生死人彼岸 就是 这个就是波罗波罗密 这个智慧 这个智慧是什么 无我的智慧 那你执着有我就叫做无名 执着有我就叫做无名 那无名 就会产生贪爱 就会引发生死 就无名行事 明圣六十处说 爱情有生啊 不意思又被脑口 它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所以但是 因为 因为要 你这个观念 其实你有法我的观念 你就不能证人无我 你有法有我的概念 你就不能证人无我 所以你 你这样 你就不用办法解脱生死 所以波罗密开始出来讲 这样的概念 开始提倡这样的说法 它的重点在 重点在 第一个是菩萨道 第二个当然就是无我的解读 无我的解析 无我的概念 因为这样其实是错误的 这样是不能得到解脱的 其实是这样 那波罗经里面 菩萨就是说佛的智慧 佛所正的无我 跟身文所正的无我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它只是来说明 真实的无我是这样子的 好 那它这里后来荣述 荣述 荣述就讲 荣述基本上就在 荣述的中论 基本上就是在讲这些事 所以 佛讲的无我 是从 非有非无 就原情里面 正见世间极者 不生 正见世间极 不生无见 你没有断面 你没有断见 正见世间灭者 不生 常见 就是世间是原生原灭的 原生原灭 一切都因因缘 这叫原情 原情就是 非有非无 非有非无 那么佛法除了讲这样之外 它讲无我 不依不义 不来不去 不生不灭 不常不断 后来荣述就依这个 写了所谓的八部中道 就写在中论里面 那么来论述这种道理 那包括人无我跟法无我的道理 包括人无我跟法无我的道理 所以讲生住易灭 那么生住易灭 依不怕来讲 这是一个法 有生 有住 有义 有灭 这些法 那么人 一个现象之所以陷起 除了这个现象本身 要有一个生法 陷起它才会生 有一个灭法 那这个人有生灭 但是这个生法 住法 灭法 它是一直存在是这样子的 那么这种概念就是 法有自行的概念 那荣述就平破这种东西 就是主要在平破 法有我这种概念 那么当然也要论述 人无我这种概念 所谓这种八部重道 那八部其实是佛陀时代 在讲人无我的概念 那里面还有很多 在讲法无我的概念 其实这样 那这个是所谓的 我们一开始所谓的中观 那我们说中观 其实它的 就是中是正确的意思 中道如始正观 就是你现在说的这些无我的道理 其实不太正确 我告诉你正确的是什么 那这个中就是正 正确的意思 那么一般中道是指离错误的 你没有错误的 叫做中道 那就是不依不依不来不去 就是你两边 你错误的两边 你不是偏这边 就是偏那边 他不是走中间 他是正确的 把错误的通通去掉 由一向就是正确的 其实是这样子的 所以他讲龙术 龙术之后是提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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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术之后是马明 但是马明没有特别立什么种 那他所传的中观中 吴左四卿所传的瑜伽中 这个是龙术之后才有吴左 那吴左开始所谓的 有这个瑜伽 或是瑜伽 那么这个是我们说维伺 维伺 那么波勒是强调无伺性的 但是维伺是强调阿拉与的 所以他叫做阿拉与元启 这我们说一下 这元启里面 这个两个主张是不太一样的 阿含经 阿含经里面讲的是夜感元启 这个是我们说故派的 阿含经讲的是夜感元启 夜感元启 阿含经里面讲的是夜感元启 那维伺把它叫做爱非爱元启 就是说为什么有人 为什么有世界 那么众生到底是怎么来的 一夜轮回 夜感元启就是一夜轮回的 那么夜力成熟 受三界六道的轮回 它是一夜轮回的 那世界当然是依着众生 世界是依报 是依着众生共业所成的 所以天上的世界 轨道的世界 地域的世界 人间的世界是不一样的 不是谁创造的 就是供业所感的 所以你到轨道 你自然就是感召黄昏 到地域就自然是黑暗 到天上自然整天都光明 身体也好 穿的衣服也好 吃的也好 越往下越不好 就是自然感召的 地域的刀山油锅 不是谁去射的 就是夜力感召的 天上的光明 喜乐 花园 也不是谁去维护的 就自然就来自这样子 那么这个是一夜轮回 就是夜感 我们叫做夜感元启 夜感元启 夜感元启 部派基本上讲 这个世间众生是怎么样形成的 这个叫做夜感元启 那么夜感元启之后 那么到了部派 有部派 当然部派也是一夜感元启 但是他已经不一样了 就是我们这个讲 我们讲这个根本佛教 或是讲原始佛教 那么基本上都是讲夜感元启 就是我们刚才也讲 原始佛教 部派佛教 然后根本佛教 根本佛教是佛说的 那么到原始佛教 原始佛教到部派佛教 到了部派 开始把这个缘起 把这个缘起 那么分成四种缘起 部派已经讲四种缘起了 但是缘起就是缘起无我了 那后来就慢慢慢慢改变了 部派佛教已经把缘起 一般我们所知道的 就是如鸣行事 这个叫做奉位缘起 就是一三四两重缘果 为什么来 过去的夜 无名造作的夜 这些夜成熟了 变成这一生 这一生又造夜 变成哪一生 就无名行 然后世来投胎 世名色六路 处受 爱 就造作这些夜 然后 那么这一些成熟又下一生 爱 取 有 有这个就造成下一生的音 然后 老病生 老病子又被老果 下一生又这样 然后又来回老过来 就三四两重因果 这个叫做奉位缘起 一时间的 基本上都是一时间的 然后 有所谓的 所谓的 这些就是 十二缘起都在一刹那中 就刹那缘起 然后 有所谓的 连夫缘起 在一生中 前后是相连的 有所谓的 远序缘起 前后不一定相连 不一定是三四 可能是多生缘前 缘起 基本上就开始有分了 就是一样是缘起 佛陀实在没有意义 这些阿罗汉没有想到那么多 那些阿罗汉没有说 缘起就缘起 阿难在思维缘起的时候 佛陀只跟他讲 缘起甚深的 他也没想到 有这么多种不同 没有 到了布派的时候 所以他就开始产生 不同的说法 不同的说法 就有这四种说法 到大乘的时候 又更不一样了 秘密大乘又不一样了 佛教是这样的 他是 以时间来讲 就是秘密大乘 就密教了 那大乘的时候 那么大乘的时候 基本上 主要也是四种 主要也是四种 佛陀 他喊的时候 就一个月 夜改缘起而已 就一夜轮回 那这个缘起 夜改缘起里面解释的 到底夜受报 的时间顺序 他或是怎么样 他就有比较不一样 那么是一刹那 是一世 是三世 是多世 其实基本上就是这些差别 那么大乘再开始有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讲中观的 叫性空缘起 那性空缘起其实是在解释 在说明无我 无自信的 基本上还是一夜感这些 然后一无自信 在讲无我的 基本上还是一夜感缘起 但是在讲无自信的 就是无我的部分 那么另外有所谓的无左 那这个龙树的性空缘起 基本上还是 还是依着这个无我的 那这个 当然大圣基本上也是讲无我 但是讲法又不太一样 那阿拉野缘起 这个是维持的 这个是龙树的 龙树讲性空缘起的 这个是无左 无左开始 龙树之后就无左 不过无左听说是跟弥勒学的 那这个弥勒应该是弥勒论诗 那有些就是说龙树天的那个弥勒 叫阿拉野缘起 叫阿拉野事 一切都是以阿拉野而有 根本因 所以根本因就是无自信 世界那么多变化 都是因为无自信 那世界那么多变化 是因为有一个阿拉野 人啊各式各样的友情 各式各样的业 各式各样的心 基本上是因为阿拉野那个种子 所以它叫阿拉野缘起 那到后期 这个是初期的 这个是应该如果讲大圣的初期 那么大圣的中期 大圣的后期 不是大圣的后期 一个初期 后期 并成这样 就有如来藏 如来藏 如来藏缘起是因为 说众生就有如来藏 所缘成果 那这个是众生都有阿拉野 所以有生死 基本上是这样 那有生死成果都是有阿拉野 那么如来藏缘污 克成所缘 所以有生死 如来藏克成不缘 那所以它就解脱了 那基本上就是如来藏缘起 那另外华元经强调的是 所谓的法界缘起 那么又不太一样 那秘密大圣 讲六大缘起 地水文风空思 所以你会发现到佛法到后来 那么即使是缘起这样核心的道理 在佛陀时代 在佛陀时代 没有那么多明显的差别 佛陀时代就讲无我 那基本上 这个已经不是单纯讲无我了 佛陀时代讲缘起 他却只是讲无我 叫做缘起无我 现在就讲波仁的智慧 因为见缘起就是有波仁的智慧 就是解脱的智慧 那么缘起是在说明无我的 说明世间的一切现象 特别是有情生命的现象 那么生命的一个现象 基本上就是我们从生命的现象来讲 生命是无我的 他是缘起的 生命的现象我们会发现到 比如说 其实缘起是在讲生命的现象 十二缘起是在讲生命的现象 比如说我们生命的现象 有很明显的什么 生老病死的 这个是所有生命普遍的现象 他有生老病死的 不管你看得到的 看不到的都是这样 他都有生老病死的现象 就是主要是有生死 有生死 那老病是针对人间说的 或是我们说动物也是这样 那其他的天人就不一定 他不一定有老有病 但是他一定有生有死的 那生老病死就是我们讲的 然后这个是生理的现象 就是生命本身的现象 生理的现象 那心理的呢 有愿正会爱别理求不得 就有这些爱 那这个是生命的现象 所以从这个往前推 所以缘起的最后面是什么 生老病死 悠悲劳苦 愿正会爱别理求不得 悠悲劳是心理现象 那悠悲劳苦 就有种种的苦 那么这些是你生命本身 你看得到的 这个是生命的现象 那你就要往前推啊 生命本身 他就是生命 那这生命本身 你会看到他 老病死 悠悲劳 有种种的苦 那么他就要往前推 这些现象怎么来的 我缘起来讲这个 往前推 他是怎么会有这个生命 生命是从哪里来 那我们来讲 一般来讲就是一夜 一夜而来 好 那这个一夜是怎么形成的 这个一夜是怎么形成的 就往前推 前面是什么 有 就是你这个一夜成熟了 你进去这个一夜成熟了 他叫做有 那么他就不得不生 你一夜已经成熟 你人的一夜成熟了 你就要做人 你天的一夜成熟了 你就升天 你第一的一夜成熟 一夜是这样的 重者先受 守者先牵 哪一个先牵手 哪一个重 哪一个先去 你有同时有很多音 但是哪一个先牵手 所以他就形成 形成你在还没生之前 你已经累积了生的滋养了 你已经累积好了 所以你就不得不省 你说我再也不来这个世界了 不是你想不想来 越不越来的时候 而是你有距离这个音源 如果可以选 那谁要下第一 如果可以选 没有人要下第一 我再也不来这个鬼地方了 问题是你有这些业 你就不需要去 它不是你决定的 所以你问题 你所距离这个业 就是你 我像我们现在已经造作未来的业 就在累积累积累积 你要升天要做人 看你的业 你 因为业有两种 一种叫做饮业 一种叫什么 满业 就直去 从我知道前面有讲 饮业就是让你生三界六道五 你是做人 升天 做牛 畜生刀 做鬼 做狗 牛骂狗 这些 那升天 做人 然后 阿修罗定义 就很多 好 那你如果做人的话 你是做男人 做女人 男的 女的 那如果是男的 或是女的 那你是生在中国 每一个时代的中国不一样 像唐朝 汉朝 盛西政的时候 那个生在中国是很不关的 那么 你再生在中国 生在台湾 生在乌克兰 生在苏尔 反正就不一样了 现在生在乌克兰就不太好 生在非洲 生在哪里 就不一样 那聪明不聪明 父母好不好 兄弟姐妹好不好 人家好不好 这个就是满业 就是满业 你聪明不聪明 漂亮不漂亮 健康不健康 这跟你的业有关系 那如果你不杀针 不收刀 不邪也不忘 这些 你就会 你这个满业就比较圆满 比较幸福圆满 那你生为人 这个生到三界六道 这个是饮业 那这个都是你累积来的 这个是有 在这里面 都在这里面 你就不得不生 你有牛的业 你就不得不生牛 生牛之后也会劳病死 有悲劳苦也会有 那你生里有人的业 你就有人的业 你有人的业 你就会做人 那人里面 你是做哪个 做你的 做台湾人 还要看你的圆 看你的圆 看你的业 你跟谁比较圆 那你的地方比较有圆 那你吃什么业 圆满不圆满 健康不健康 漂亮不漂亮 聪明不聪明 父母好不好 兄弟姐妹有没有 邻居好不好 就很多 这些都是跟你的业 那这些有怎么来的 这些到底怎么照来的 往前对是什么 爱跟娶 爱娶有嘛 那怎么样爱娶的 我们怎么样对 爱娶是怎么来的 依境界嘛 心得这个界 四明色六路促受爱 依感受 热受苦受 那我们都去追求 去造作 那么更成是何而生处 四明色六路促受 那么这些怎么来 依你过去的习惯 跟你的我见我爱 推动 所以就变成 你要讲三四也可以 你要讲这一四也可以 就是 因为 他本身就有所谓的三四的一四 或是一叉 那么 你有我见 那么 我见 就是在有我见的这样的前提下 执着有我的前提下 那么对境界 依我见其我爱我所爱 那有我见带动的我爱我所爱 就会造种种的业 不管是善的恶的 那么这些就累积 累积到 累积到成为下一生投胎的这个 这个质量 就叫做有 那么有了之后你就不得不生 那么你这一生也是前世累积来的 就好像 就好像你今天吃的东西就成为你明天的动力 消化完了之后就变成你的营养 这些营养支撑你明天的生命 不然你今天之所以能够走路 能够运动 能够思想 能够活着 那当然是跟你今天 今天吃的还没有完全消化 变成营养 那早上吃的有看看你吃什么 有的吸收比较快 已经吸收了 有的还没有 那吸收完了它正化成营养而已 你刚刚吃的它还在吸收 它还没成为营养 那那是你早上吃的 或是你中午吃的 或是你前天吃的 这些营养支撑你的血液 那它还在运作 那都是靠过去的 也记得这一些 那如果毒素的那样也一样 你在十年前受过的伤 现在还会引领作痛 一样 那就是它还会有影响 那过去的业也是这样 一直影响着我们 那我们现在不断造作的业 又一直会影响未来 就这样不断循环 这一生都这样了 那你看看你今天 你今天的身体难道是 你今天照做的吗 一定不是 一定从你小时候 你妈妈给你吃什么 甚至你妈妈怀你的时候 吃了什么 然后它一直影响到现在 那你小学是什么 中学是什么 大学是什么 它慢慢影响来 影响深 跟影响浅 影响多 跟影响少而已 那一定有影响 那这个身体是从以前 从出生这种累积来 如果你以前 以前出生的时候 就发育不好 发育不了 那么你以后 我们叫先天跟后天 先天跟后天 那后天又分 就是你之前的跟现在的 那不断不断影响 那一样夜也是这样 那么这一些就会让你 一般来讲 这个是生命的现象 那这些生命的现象 你了解它 它是沉浅相扣 斩转为影响 这中间没有一定是什么 没有 所以从这里知道无我 那从生命的本身来讲 这个是生命的现象 那有无名形式 无色六路出售 爱取有生老病死 幽悲老口 那如果我从生命的 生命本身来讲 生命的本体来讲 那么这个生命 它本身的组合要素就是什么 依佛法来讲 就是分成什么 孕处界 五孕 那么十二处 十八界 那么从心理上 偏重心理上来分析 就是身心结果 它不管就是身心结果 物质的跟非物质的 精神的跟非精神的 或是物质的跟精神的 就这样而已 我们的生命本身就是 物质的跟非物质的而已 我们叫做物质跟精神 它叫做身跟心 它就是身心 所谓的生命就是身心结果 所谓的我 就是一个身心结果的认知 一个认知 我的感受 这是属心的 我的皮肤 我的头发 我的牙齿 就是物质 这是物质的 这个都是所谓的五孕 十二处十八界 十二处是偏重在境界上的 十二处跟五孕的差别是 五孕是偏重在心理的分析 十二处是比较偏重在 那身理感官面对境界 因为我看到 我看到 我听到 我感觉到 我闻到 我尝到 那么这一些里面 就生理上 其实面对境界 就是认识 那么十八界是 十二处再加上什么 六识 识就是了别 我识在眼 眼跟起作用 叫做眼识 那么再加上去 就变成十八界 偏重在那个世的了别那边 那这个是对生命的分析 生命这些现象的分析 那么这个是生命当下 比如说生命这个自体的分析 那么生命现象的前后关联 那这个就是缘起 那么从这个地方去了解什么 了解物我 这个是国法所教的 这个就是智慧 这个就是波勒 这个就是解脱的智慧 解脱的智慧就是波勒 波勒命 因这个智慧 有这个无漏的智慧 然后到彼岸 到生死的 到解脱 解脱就是到生死的彼岸 跨越这个生死浮寒 这个是最早的波勒波勒命 是这样子的 所以他这里讲 他后面也会讲到所谓的无我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他这里讲 他说 这里说提脱所传的宗观 五左四亲所传的余情 四亲是五左的弟弟 也是传承五左的 那我们讲到学派 那大圣里面 导师有两个学派 那如来藏没有学派 如来藏有这种说法 但没有这特别的这种学派 是没有的 那印度基本上就是两大派 两大派三大戏 两大派三大戏 戏就是这种学说 那两大派就是有人专门在红两这个 两大派是中观和为是 三大戏就是中观为是如来藏 这个 那所以这其中 龙树菩萨禅良一切法性空的观位 比较直接简要 因为这个是依波勒经系而坐入的 那么龙树就是 龙就是集合当时 这些波勒 因为大圣很多派 但是他是依波勒性为准的 那波勒经是在讲一切法空的 就是在深化无我说的 就是把那个无我更 就是讲得更清楚更明白 那么主要是 当然主要是针对有部讲的 部派说的 他认为部派的无我观 没有办法说明佛陀 没有办法真正 发挥佛陀的无我的声音 延起的声音 没有办法 所以他才会重新诠释 这个无我和有波勒经的流行 其实是这样 我们先下课 下课休息